被笑话表白还能跟女主睡在一起 光是这样介绍或许还不够诱人 如果女友半裸出现在家 青梅竹马全裸在浴室洗澡 每次请你注意形象 今天我要讲的动画就是2013年的神奇动画 我女友与青梅竹马的惨烈就落场 男主对胎是一位赌书狂 典型的学霸大佬 但是他却严守律计并立下三个誓言 分别是学习第一不要恋爱 但也不要因为不恋爱而被别人当成同性恋 很显然这三个誓言将随着故事的开始而变成 诶 真香 因为烈泰此时就有一个青梅竹马春孝 在疯狂追求烈泰 每天一起吃饭一起上学一起逛街 就常没有一起睡觉 也不是说烈泰多么正人君子 主要是因为不想一棵树而放弃一边森林 因为烈泰做梦都想用属于自己的后宫 但是俗话说 舔狗舔狗最后舔的一无所有 真香还没有跟烈泰有进一步发展时 竟就被别人解足先登 白猫名叫夏川真娘 绝对的校园人气女生 与春孝站在一起做对比 完美全身的可爱在性格面前一文不值 但重点还是春孝的没有质量大了 不过关于表白这件事 春孝早已暗示多次去屡屡遭剧 为何这娘一次就能成功呢 原来两人只不过是在假恋爱 因为这娘实在太受欢迎了 所以想要找个男的做工具人 她有幸得知烈泰是个不想谈恋爱的人 也希望恋爱能在这个世界消失 所以这样的工具人是最有效 且还能保证安全 不过瑞泰一开始不同意 会答应的原因还是因为自己卖书的时候 我又把自己的日记本给卖掉 里面有着瑞泰大量的中文并记录 内容尺度那是羞耻到不行 叫做这本书拉在了真娘手上 如果内容被曝光 别说后宫梦了脱单梦 或许都将真的成梦了 所以瑞泰也只要被迫接受交往 而真娘的名字到这里竟有了一次诠释 那就是她的群体是真娘啊 被接触先更的春孝就不乐意了 老娘舔了那么多年 岂能如你所愿 直接发出致命询问 你有我了解瑞泰吗 你知道她胖子穿什么色吗 突如其来的质问 没有让真脸慌张 不仅不慢地吐出一句 哦 但我是她女朋友呀 青梅不敌天降 这是自古不变的定律 但春孝爱瑞泰的心也永不变 春孝想到的还击办法 就让自己变得更受欢迎 然后吸引许多男生目光 这样她相信瑞泰一定会很难受的 但是如果提升 这是个大学问 于是在知道春孝的想法后 真娘竟然成立了一个舌头来帮助春孝 情敌的好意换作一般人肯定不会接受 但春孝显然不是一般人呀 她不仅加入 还百分百地听从了真娘的建议 看到这么好变的女孩 真娘忍不住地想要恶手举一番 在这儿春孝喜欢瑞泰的情敌下 还故意时为时的撩一下裙子 好帮瑞泰加深一下对自己的印象 毕竟真娘是吧 而真娘虽说的是刚才她搞假情侣 但还是警告瑞泰 不许跟其他女生拍机密 后来春孝找到的目标 是学校篮球部王牌学长 本来是要用来骑瑞泰的 所以对于目标是谁 她根本不在意 但没想到瑞泰 不仅给告白成功了春孝开庆功宴 还祝福她 这让春孝直接傻了 之前在乎自己的那些举动又算是什么呢 所以她当场质问瑞泰 自己跟别人交往也无所谓嘛 说完并流下了眼泪 瑞泰被这场面直接打了个措手不及 在夜晚独自一人回去的时候 却想起了过去 在自己被父母丢下后 是春孝拖着受伤的腿来安慰她 那时候的瑞泰还有一个梦想 就是要当一个医生 然后治好春孝的所有疾病 嘴巴上说的支持和祝福 可真到春孝和学长约会的那天 她也是本能的担心 赶到他们约会的地点 结果只娘也来了 两人目睹了春孝被学长欺负的场景 因为学长压根就没有喜欢春孝 她旁边的女性都是打扮食猫 春孝就这样一脸错愕地被学长嘲笑 看不下去的瑞泰 就冲了出去想要保护春孝 只见她武装附体 身上一股强大的气息 游来而生 然后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因为刚刚的特效都只是她中后病犯而已 最后累太被学长他们哼得走了一顿 本来被嘲笑也没有生气的春孝 在看到这一幕后便拿起了一根棍子 凭借是前进闹院学员的身份 这些人渣根本就不是春孝的对手 她也在最后很坦坦地跟学长说声抱歉 自己没有喜欢她 只是为了弃略太所以才跟她告白 看测平衡的语迹 实在就是在告诉学长 你是玩玩而已 但脑梁也是玩玩啊 因为这件事 累太和春孝的关系直接回复 但是累太跟真娘的关系却偷懒不愉快了 主要还是因为真娘的三观有些问题 她早就知道了学长的为人 目的只想到春孝受伤后 就会加入拒绝恋爱的队伍中 于是因为这件事 累太就跟真娘吵了一架 第二天上课就没人了 这让累太也有些慌了 赶忙下课后去真娘家看看情况 但这次道歉 就让真娘主动吻上了累太 虽然解释这个吻不是真心的 但好在良女全都平安和好 于是故事便来到了明场面 宁友和青梅共处一世 一个全裸一个半裸 这该如何是好 因为累太没有看手机 最后第一天通知要在家里洗澡 结果却被累太撞见 走到厨房后就看到真娘正在做饭 看到累太惊讶的样子 她以为是自己不半裸为群做饭的姿态 让累太不满意 所以就让自己变得真娘 目前良女还不知道对方的存在 但是被发现是迟早的事情 所以当这一幕出现的时候 或许就是采变修罗场的出现 而后攻翻怎么可能折两个女孩 新出场的女孩机箱 也是绝对的败给对象 因为她喜欢累太的理由 竟是因为之前为了保护春宵 累太也在中人面前展现中二兵 可在机箱眼里 这就是自己的白马王子 她以前是恋人的身份定义自己 并且她在有助累太的场景 然后被春宵一起真娘给看到了 不管累太怎么解释都没用 不过好在真娘最后也没有过多纠缠 而是将机箱纳入了社团 这次三能行就多了一人 但如果只是看到了搂搂抱抱 或许是没有太大问题 正宫估计也受不了被人解足的闲灯吧 虽然告白是真娘第一个 但同床睡觉却是机箱第一 累太也不知道自己在一屋室休息 为什么醒来后 就能看到全弩的机箱躺在身边 正好门外传来急速的声音 两女绕上门来了 眼看后宫明显要失火了 累太干嘛躲了起来 眼看陈哥的高光时刻 或许就要重现了 谁知道学校的风纪委员 阿姨却出发轿局 因为真娘的社团在她眼中 只是浪费资源 所以想关设法的要将社团废掉 这种真娘的真相 气不大一出 不过最后社团还真的被查封了 这让累太有些开心 总算可以逃离这个修罗场了 而正好暑下来了 她可以去参加补习班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 在这个补习班 她竟然遇到了阿姨 从这个女孩深深发亮的眼神 不难看出 所谓肺部浪费资源都只是借口 她的目标也是累太 但肺部的失落并没有带给吉女 因为吉女更在意的是 如果抽穿阿姨假男友的事 阿姨这人因为真的是傲娇 所以在那次搅局的时候 被春笑怼了 唆使几度社团氛围 所以阿姨成容了虚构的一个优秀男友 来包装自己 但吉女都听得出 阿姨的男友是假的 但唯独累太当真的 这种阿姨特别难下台 最后因为内心的傲娇 只要继续编造跟假男友的约会日常 两人关系得到质的飞跃 还是因为在一次下课后 累太无意看到一本日记 里面的内容全是中俄评纪录 但这本日记不是累太的 而是阿姨的 所以在看到累太翻阅自己的日记后 大型射死现场 谁知累太竟然在此刻变身暖 男强自己的中俄也表达出来 哄得阿姨不要不要的 甚至还得到了女神亲密一报 为了彻底哄好阿姨 她甚至接受了 已经拒绝三女的烟花大会 也就是这次烟花大会 让累太想起自己小时候 就跟阿姨相识 那是一段很快乐的幼儿园时光 眼看累太想起了自己 阿姨便拿出了小时候 两人写下的结婚申请书 这段累太到此时才知道 原来阿姨没有男朋友 感情女赵人家有蓝又还来撩 偷偷地乘个转志 而因为身份的公开 真娘的社团也被阿姨解放 并且加入了真娘的社团 她绝对不会放弃累太 想要和妓女公平竞争 而后攻犯绝对是少不了福利 总算到了海边高光 妓女还得生年要去海边寄宿 于是试永依 那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没想到机身小脚的身体 竟能爆发出无与伦比的力量 可虽说妓女很美 但她们想得更美 因为她们激情满满地 准备了一天才想起来 啊 没钱 而这个时候 一个关键人物出场了 她是瑞泰的姑姑 本来我以为这是要超越 德国谷歌存在的番剧 但事实上 错人不能太龌龊 是我想多了 是我想多了 对不起 すみません 姑姑的出场直接搓穿了 真娘与瑞泰的假情侣关系 而为什么之前我说 姑姑是关键人物呢 因为想要去海边就得有钱 那姑姑答应今日只要参加一个比赛 海边寄宿费用 她全包 因为姑姑所属公司 最近在做一款游戏 看着海报 明显就不是什么绿色游戏 而比赛内容 更是要测试女生 对欣赏人害羞的表现 姑姑看出春宵 阿姨还有吉祥都喜欢擂态 就给她们报名了 于是真娘正宫就不干了 为了稳住自己正宫的头衔 她直接要求参赛 并一定有赢得比赛 所以在这之前 也往吃福利总算到了 当然敲西瓜 看到这个横骨不变的游戏也是会有的 只是这西瓜敲的有些突兀 因为它是又软又白的 呃 现在有一个问题 那瑞泰和真娘很是头疼 因为当初姑姑呢 随口一句假情侣 让其他几女产生了怀疑 所以为了不让她认真地相信 真娘要求瑞泰在大家面前吻自己 眼看计划就执行了 竟然竟然送了一个代表社团的礼物给真娘 看着眼前这三个内心 善良纯洁的女孩 真娘有了极大的负罪感 所以这一吻没有成功进行 并且真娘告诉瑞泰 等这次海边旅行结束 就终止关系 一直想要逃离修罗场的瑞泰 听到这话 内心进来有了不舒服的感觉 而当瑞泰解开这个心结的人 是我一直没有提到的真娘妹妹真娜 她在外出正好撞到了心情不好的瑞泰 然后交代后 瑞泰才知道真娘的过去是没有自由的 因为她就想替父亲而活 要时刻听从父亲的安排 仔细回想一下先前的时光 瑞泰明白了 她无论如何都不会放弃真娘 而现在真娘他们正在参加 她过过举行的比赛 真娘本打算在这里宣布 自己被心上来甩了 幸好瑞泰及时赶到 二话不说上来就问 于先前赴海傲娇的白毛女孩 彻底沦陷 直接变成猪猪可人 小鸟一人 而姑姑的本意是想让三女表达情感 让瑞泰选一个 谁这三女没选就假气珍作 于是她身为女性 还能理解真娘感受 变成瑞泰就好让其他三女讨厌自己 不要再幻想什么后宫美梦 还有汪丛梁 却等不住天意难为 因为不管瑞泰做什么 不仅不让三女讨厌 反而更加喜欢 并且在阳台上还与春笑混在一起 这一幕假被真娘被看到了 所以真正的惨叶修罗照 其实才刚刚开始 但从青梅和女友的眼上 我丝毫看不出 她们有想霸占瑞泰的心 果然都是明白人 真是上级人意的好妹妹呀 这是清小说改编而成的番剧 画面我个人认为真的算是很清凉了 每一个女主的造型都非常好看 但是在这种性格的刻画上 这成了观众吐槽的房价 我没有去看过小说原作 但是稍微有去看一下评价和打数据 好像讨厌真娘的人更多一点 而四女大家最支持的竟然是爱一将 但看完动画会让人产生去补小说的脸托 和某度评分6.9 也算是为数不多略高分的头共犯 真的强烈推荐观看 我不是瞎推 却实际的番剧并没有太多营养 但2013年的老番剪起还补一补 我觉得问题不大吧 很轻松很无脑 无非就是看一个字 爽 不知道视频前的小可爱们更喜欢哪个女孩 我是白猫控 所以你喜欢哪个 我是少年 以为命令又可爱的九亲男孩 能够喜欢我的结束 请点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点赞转发 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